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商用英文實例時間 Business English Example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三句非常實用的商用英文 在上次我們提到過要跟對方約一個實踐界面的時候 後面我們可以再加一些話就是非常期待的 讓對方感同其受 讓對方感受到我們非常期待的跟他見面 使得整個在這個開會前或者是在見面前 會有一個非常好的這個心情期盼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再加一些句子 使得對方能夠感受到我們非常的積極非常的期盼 這次的會面我們就可以這麼講 just give me a call before you come over just give me a call before you come over just這個叫僅僅只要 你只要呢 give me a call 其實我們可以說call me 但是我們call me都比較沒有那麼樣的正式 所以我們會給我一通電話 just give me a call before you come over 在你過來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就是我們是邀請對方來 那麼告訴他只要給我一通電話 我就會非常積極的把這個整個 我們見面的這個整個行程給排好 整個流程 再說just give me a call before you come over 讓我們有所準備 讓對方感受到我們的心意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just give me a call before you come over come over就是過來的意思 從那個地方進來 come over 過來 just give me a call before you come over 那第二個呢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Brown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Brown 什麼叫looking forward forward是往前的意思 那麼除了這個forward 還有一個叫toward也是往前 不過在這個片語裡面 它是用forward也是用toward 那這個往前看是什麼意思呢 引頸期盼 非常的期待 好 那麼就是我非常的盼望 非常期待 這個tow呢 非常重要 它是一個介系詞 而不是一個不定詞 所以它這個tow後面 要放動名詞 或者是所謂的名詞 要放動名詞或名詞 這個是我們特別注意 尤其是英文裡面有涉及到tow 是所謂的介系詞 像listen to 聽音樂 listen to music 這個時候我們要特別注意 那個tow不是不定詞 要特別注意 所以這個叫我呢 非常期盼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這個一定要加ing Mr. Brown 非常期待跟Mr. Brown 這個先生的見面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Brown 要特別注意 叫往前看 就是非常期盼 那麼第三個 We are really 真的 再加一個非常的 這個地方不能用Vary Vary 不可以放在這個動詞線 所以說 我們這個地方如果說你要強調真理 非常的 我們這個地方可以加一個really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appointment 我們非常期盼 這一次的約見 那麼這一次的會面 這一次的大家相聚 那麼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appointment 這個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這個是所謂的正式的會面 正式會面 所以我們非常期盼 這一次的正式會面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appointment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的三句 我們希望呢 表達 讓對方知道 我們非常非常期待這些節目 或者非常期盼 他能夠過來跟我們相見 那我們就會出現三句 我們這個在商業裡面 經常使用的一些三句話 第一個 Just give me a call before you come over 第二個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Brown 第三句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appointment 希望呢 大家能夠把這三句商用 商業實用 非常實用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繪畫用語呢 把它熟記起來 相信對您這個 口說的繪畫呢 必定會有這個 大大的幫助 那麼也期待下次的相見 謝謝 謝謝